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真的是超级开心 我今天突然发现 我这颗白花贝姆兰长花包了 哇,真的是好开心哦 这颗贝姆兰买的真的是超级超级实 这个是我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8月8号我去参加篮展 然后呢,买的 参加篮展呢,因为我很傻 我第一次参加篮展的时候呢 不知道说要先去买花 在这边也呼吁一下兰有 如果你去参加篮展的时候 你应该赶快先去看看 因为它卖花呢 卖的呢,跟篮展的花呢 是不一样的,放在不一样的地方的 所以你应该去先买,先挑 挑呢,挑到你买好了 你才去慢慢欣赏篮花 篮展里面的篮花 我呢第一次没经验呢 就是先去蓝展 先去拍视频啊 看看欣赏那些兰花 结果发现 哇,外面人家都很多人在卖了 结果一起呢 只剩下了没几盆呢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这个 白花贝姆兰 贝姆兰呢,以前我有一颗送给我朋友 因为那个花很香啊,我很喜欢 然后我朋友也很喜欢 我就送给他了 然后我买这一颗 好像是15还是20块美金而已 很便宜 然后呢,没想到 现在还不到半年呢 他就开花了 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开心 我也很期待他开花的样子 其实呢,这个 这个是他的名字 其实这个蓝色的贝姆兰呢 我真的照顾着他 照顾的很少 超级超级的少 我几乎没什么照顾他 然后呢,就是 也没有什么施肥 就是 施那个酵素肥而已 我施酵素肥的时候施 我把所有的兰花浇水的时候 一起浇水而已 差不多是一个礼拜 浇一次水 我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因为我这个放在室内 室内是要开软气的 所以呢 即使是冬天呢 我也是一个礼拜浇一次水 然后他好像是很好养 我只是放在书架上面 架子上面呢 他好像 阳光是很充足的 光线很充足 也很期待他开发的样子 等到呢 他开发呢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看不开 我看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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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